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近日发布了一篇名为 美国空军如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文章 文章中称美国空军多年来一直在定期进行所谓红旗军演 尽量还原大型空战现场 旨在让美军机器盟友为新时代的多余战做准备 特别提升了战争复杂性 要求参与者在没有GPS的环境下 整合新的技术进行定位导航和定时操作 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持续在其北极沿岸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和部署军事营舰 包括轰炸机和雷达系统 报道称俄罗斯还在该地区设立了地下设施储存高科技武器 而北约和美国以调派军队和军备到该地区 与此同时商业内幕刊文称 俄罗斯拥有一支不断壮大的现代化海军 对北约武装力量构成威胁 文章指出与同类型的北约国家的船只相比 这些船只中的许多船只的尺寸和武器数量都较小 但是现代技术和武器 尤其是口径巡航导弹 给俄罗斯舰队带来巨大优势 而文章作者认为 俄罗斯海军的真正力量隐藏在水下